國民黨好像這個不分區的部分已經要出爐了 這個名單要出爐了 主席是可以透露一些嗎 好 我想國民黨在總統候選人這個選戰當中 我們一定要藍白河 那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達到我們一加一能夠大於二 能夠創造最強的一個組合 然後能夠爭取勝選 這個目標沒有改變 還是全力在努力 在區域的立委方面 我們也是秉持這樣的一個決心 我們希望大家以席次極大化 讓我們未來重新組成聯合政府的時候 我們在國會不但過半 而且是能夠穩定的過半 這是我們大家努力的目標 那在不分區的立委 我也要謝謝大家一起的努力 明天我們一定提出最強 最有代表性 而且最多亮點的 我們的不分區的名單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報告 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絕對沒有任何一點點 所謂的利益或者是政治壓力 我們秉持的都是如何的讓這場選戰發揮最強的戰力 有關不分區第一名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我跟侯友宜市長我們有共識 我們特別也一再拜託韓國瑜市長來擔任我們不分區第一名 那我相信韓國瑜市長來擔任我們不分區第一名 一定能夠領導我們整個的不分區的團隊發揮最強的戰力 而且可以跟我們的區域立委共同作戰 那這一點是我跟侯友宜市長特別拜託 特別拜託韓國瑜市長 柯正營那邊的記者會是公布他們的民調計算方式 是把柯侯跟侯柯先跟賴消的支持度相減 然後兩者的差距再去做加減 那我們的算法是直接柯侯跟侯柯的支持度相減 那這樣子也因為這樣 所以在匯流的民調跟民眾黨內參民調兩黨是不同的答案 那想問主席是統計學專家怎麼看柯正營這邊的計算方式 是不是在玩文字遊戲 數字遊戲 我簡單的講一句話 我們不必特別去改變遊戲的規則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各位好朋友 我們都參與太多太多的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或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在做對比的時候就是一方跟另一方一方對 然後最後比所謂的侯柯侯兩個互比 他到底情況是怎樣 這個是我們永遠在算的對比的結果 也就是昨天統計學專家都很清楚 我不要用太講太學術了 那個信賴曲線兩個曲線是不同的 然後就會變成不同的誤差範圍 所以為什麼要比侯柯對柯侯到底他的差距是多少 才是我們原來的我們每一次黨內初選民調的一個規範 所以是按照那樣的規範 也是昨天學者專家大家共同認同的 我不知道今天怎麼又會出來另外一個新的一個講法 但是我們還是回歸一件事情 我其實非常尊重專業 雖然我自己在台大任教幾十年 那我的學生也有很多現在是各方面的教授 但是我們還是要尊重專業 那既然專業的認定 而且也是公布的誤差就是如此 那我們就依專業的認定來認定 主席想問一下 就是說柯文哲他其實他之前在堅持全民調的時候 他就一直表示說他其實是相信科學的對不對 但從今天的這個說法可以聽下來 好像是科辦堅持是他們自己的標準 而不是統計學的標準 如果接下來雙方還是針對這部分有期限的話如何解套 謝謝 我覺得心中只要有大我 心中只要有人名 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如果心中只有自我 心中只有小我 什麼問題都可以創造出來 其實這就是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的一個基本的態度 那我相信柯主席他很清楚 今天是為了台灣人民必須要核 侯友宜市長更堅定的認為 為了台灣人民必須要核 那這個過程當中當然都有壓力 民眾黨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柯主席周邊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都應該要努力的 努力的往核的方向來做 那這些不同的意見 我們不要叫他主戰派 因為將來都是大團隊的一份子 我們這些不同意見的 我們就多溝通 我們希望盡快達成共識 主席那已經跟柯文哲那邊聯繫 最快什麼時候還在坐下來談 另外你會覺得說柯文哲的科學才是科學嗎 這個第一個我相信雙方 展現我們的誠意盡快 我朱立倫昨天晚上到兩點半 跟這個我們的代表他們結束了 有通了電話 我都是隨時在關切這些事情 今天一大早我就已經 嚴格講起來我從五點多開始 就已經開始聯絡各方的朋友們 希望大家盡快的促成 大家能夠坐下來談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mam什麼唯一你 你真的想搶太陽 你不聽 wonder 你不是誤練的嗎 你不聽說